毛毛你知不知道很多网友说听毛毛的歌就会让他阴谋 所以大家都叫你 魔不阴 哈哈哈哈 你不知道吗 会吗会的 听你的歌经常会要有流泪的感觉 对不起大家哭吧哭吧 最应该问问毛毛就是你第一次用针 接触到病人的 起皮肤的身体的 接触最开始是接触同学的皮肤 互相扎是吧 对 高尚的那个那个状态和你当时像不像或者说 最开始肯定会紧张的 而且我觉得你就是 就像有心理暗示一样你越紧张你可能就是越有问又会出现一些问题 明明之前有一些常规的东西不会错的 然后也会弄得 比如说步骤不对了或者怎么样的手又贴就怎么也弄不上 反而你心理压力不那么大的时候反而能够比较 稳 你印象最深的给他炸的那个对象是谁 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就是明明他那个血管非常非常好 确一针没有炸 就炸进去 就他是一个壮年的男子 那个血管只粗 你就跟牌打两个都能打 就眼看着那个血管在那又粗又直 你有夸他吗 一下我就已经已经觉得就是胜券在握了 哎却没有我都傻了 却没有 没有回血我说怎么可能呢 那个壮年的男子没有对你 没有壮年男子都可比较是理解了 你之前做护士的时候有阴谋时刻吗 当然会啊 比方说很多操作你就是做不了 因为病患他的情绪是很能影响到你的 比方说打针哪有就不好打 一针打不下去你就抬头看吧 就他也看你 两个人一对视 本来你是一个年轻男孩来的时候 他就已经有点不信任了 不是老护士 然后你打的时候 哎果然没有打进去 果然如预期 有些病人还好 就会说 啊没事没事 有些人就 这一身呢 更紧张了 但是确实是自己没做好 想看毛毛 用你的沟通方式安慰一下 周深呢 来来来 啊毛老师 怎么了呀周深 毛老师他们说我唱歌好难题 谁呀 你 他们说你说我唱歌最难题 我死了 哈哈哈 这也太狠了吧 哈哈哈 我的部分你给我录吧 那我看 你啊 哈哈哈 哈哈哈 我其实不太会面临这种 特别冲冲突的那种 饱满的情绪 太饱满了我会 你之前做护士的时候 有阴谋时刻吗 当然会呀 比方说很多操作 你就是做不了 因为病患 他的情绪是很能有影响到你的 嗯 比如说打针呐 有 就不好打 一针打不下去 你就太多看了 其实他也看你 哈哈哈 两人一对视 本来你是一个年轻男孩来的时候 他就已经有点不信任了 不是老护士啊 然后你打的时候 哎 果然没有打进去 哈哈哈 果然 如预期 哈哈哈 有些病人还好 就会说 啊 没事 有些人就 哦 哎呦 我要吃几天啊 你先 哇 这个 很不确定 我也 我们一起看一下用药指南好吧 这个 因为这个的话 系统里面他没有说 你为什么还要看用药指南啊 那我敢吃吗 你都要看用药指南 没事 看了用药指南 我拿以后就 那我相信你还是相信用药指南啊 这个好尴尬 头高他定 这太尴尬了 你说得看用药指南啊 颜主人已经在 颜主人在后面替他尴尬 乐了 颜主人太可爱了 用药方法 我也不知道再查一下 你先吃个十四天吧 十四天 炕生酥要连续吃十四天啊 看一下 让我上次那个医生说 你矿胜素最多只能吃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吗 那就吃一周半 我的天啊 严重了 谢谢医生 逢封应该在整个 问诊 检查 鉴别诊断 以及处理意见当中 一个总体来讲 孩子都非常不错 非常不错 所以给出的分数也比较高 逢封 九十三分 我们全军复迫 以前出现过这种情况吗 当然没有 印象最深的给他炸的那个对象是谁 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就是 明明他那个血管非常非常好 嗯 却一针没有炸 就炸进去 就他是一个壮年的男子 那个血管只粗 你就并排打两个都能打 你就眼看着那个血管在那 又粗又直 你有夸他吗 一下我就 你就 你就觉得就是胜券在握了 哎却没有 我都傻了 却没有 没有回血 我说怎么可能呢 那个壮年的男子没有对你 没有壮年的男子都可比较是理解了 哈哈 他就要抽个血啊 真功能 因为他要检验好 在那时候增强脂肛症 啊 嗯 你自己也感觉得出来 但是我要看检查结果 啊 见人家一身 我的妈呀 就是热死现场 真的是 来手机拆一下 有没有 好 那行 到这查好了又再来 好 谢谢 偷瞄 开始他在追问的时候 那一系列的严厉的问题 我觉得毛毛当时是不是很紧张 听了 非常紧张 我都看到他在这块手这样 想起自己的实习经历没有 实习经历没有这么犀利 甚至伊丽敬老师都有点紧张 我真的是都紧张 我的心脏碰碰的跳 如果是涉及到重大的要手术 那我们是要三查七对的 所以去确保不会弄错 你能把三查七对说说一遍吗 哎我记得 你记得毛毛记得哪三查 你说说看 哪七对 操作前操作中操作后吗三查 没关系 床号姓名 药名 浓度 方法计量时间 哇你可以啊 专业扎实 这么多年还记得 医院的实习 他每天都会有老师问你问题 不一定是什么时候 不一定 然后 原来这是常态 他早上交班也非常非常紧张 交班特别紧张 尤其让实习生去交班 就在大家所有的老师面前去 说 然后假装自己很流利 然后老师问 忽然就问你一个 你没有准备的 就特别想死 你有碰到过那种 就问到你就答不上来 我我我常常 因为我答不上来的数字有点多 但是有的时候他 就会有一些就是 你的任务他告诉你 明天要考你哪些方面的题 你准备了 但是还是会忘 我也有 小八 就在大家所有的老师面前去 说 然后假装自己很流利 然后老师就问 忽然就问你一个 你没有准备的 就特别想死 你有碰到过那种 就问到你就答不上来 我我常常 因为我答不上来的数字有点多 但是有的时候他 就会有一些就是 你的任务他告诉你 明天要考你哪些方面的题 你准备了 但是还是 但是还是